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号环加入的是酸溶液 我要邀请我的三个小助手出场 橙色的绣百里芬兰溶液 橙色的淀粉溶液 还有同样也是橙色的甲鸡橙溶液 首先我要在一号环当中 加几滴橙色的绣百里芬兰溶液 混合均匀 一号环就变成了蓝色 接下来呢 我要在二号环当中 加入几滴 绢百里芬兰溶液 绢百里芬兰溶液 没有一些气泡产生 没有关系 就给我们把它处理一下 我们再加几滴鱼酸熔液 它们都是无色的 混合均匀 二号的环变成黑色 接下来呢 我要在三号环和四号环中 都加入几滴橙色的甲鸡橙熔液 我们先加三号环 现在我们加四号环 现在我们把它混合均匀 三号环变成了红色 我们再把四号环混合一下 四号环呢 变成了黄色 在五号环中 我要同时加入两种橙色的试剂 首先再加几滴甲鸡橙熔液 再加几滴橡白饼芬蓝 我们把它混合均匀 看看会出现什么颜色呢 看一个漂亮的五环就做好了 怎么样漂亮吗 有同学可能要问 这是什么原理呢 原来我的三个小助手 两个橙色的小助手 秀百里芬蓝和甲鸡橙都是酸碱指示剂 它们在不同的酸碱环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在第一个环里 五号环中的绿色是怎么产生的呢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猜到了 五号环中 五色透明熔液是碳三纳熔液 但我第一家的是甲鸡橙和秀百里芬蓝熔液 这两种试剂我们前边都用过 分别是一号环中的蓝色和四号环中的黄色 把黄色和蓝色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起来 就能够呈现出绿色的效果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黑色的二号环有点复杂 它利用的不仅是显色反应 还有养化还原反应 原本黄色点画甲和点三甲 在我加入三后发生养化还原反应 产生了点单纸 点单纸与之前加入的面粉相结合 就变成了深蓝色 因为颜色非常深 所以看上去像黑色的效果 有细心的同学可能会注意到 我在二号环加力淀粉溶液时 就出现了蓝黑色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些溶液跟随我们来到空间站 这期间我们打开试剂做了点链实验 由于光照二氧化碳以及氧气的共同作用 点化甲点酸甲溶液中产生了少量的点单纸 所以遇到淀粉就变色了 那如果你家里有蝙蝠 可以试试将蝙蝠和馒头大米等 富含淀粉的食物相遇 观察一下看看会有什么变化呢 除了上面我们提及的绣百里分蓝和甲鸡成之外 生活中还有很多在酸碱性条件下 呈现不同颜色的物质 被称为酸碱指示剂 比如水果蔬菜中含有的花青素 比如紫甘蓝蓝莓等 在不同的酸碱性条件下 也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轻易也行动起来 一起用身边的材料 去做出你心中的奥运五环吧 在市众环境下 我的五环可以自由飘浮 液体也不会飘洒出来 有了奥运五环的陪伴 我们在天宫空间站 更能感受到浓浓的冬奥气息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 北京冬奥会到来吧 让我们一起为冬奥会 进而加油喝彩 预祝他们 勇夺会冠 为国争光